百家关赛团亚冠附加赛 巴吞连淘汰海港原因浮出水面 不是运气 也不是裁判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张林鹏在恒大和国家队 就已经犯了很多低级错误 过去这么多年 海港还在用作主力 这次索性眼神防守了 看了上岗的比赛 球员眼神防守和犀利 这些人要是给国家招去 肯定有操作 再看绿城的比赛 球员们拼到抽筋 也许绿城的球员没有上岗的能力强 我觉得国家队更需要有像绿城这样的球员 有拼搏精神和渴望胜利 周际比赛 全国人民看着这俩队 满心期待 上岗联赛第一 打泰国老八 还是主场 还不是手起刀落稳赢的局 谁又想到上岗被人家斩于马下呢 联赛也就算了 可惜这时这是亚冠 开场一看阵型就大问题 人家虽然433 但顶前面就单前锋 我们排三后会 双防守后腰 第一第三个丢球 都只有蒋光泰没有丢掉位置盯着对方 第二球集体目送对方进球 也只有他一个人是边跑边看 其他都站着呆若目击 最大问题还是张武 王神超注意力不集中 意识太差了 张林鹏已经彻底废了 蒋光泰下赛季还是找出路吧 不然也得废了 海港的教练的确是不行 奥斯卡和吴磊作用不明显 中场控不住 看来哈维尔下课已成定局 不排除这两轮就官宣 这还是国家队级别的后防 就这水平 真的对世界杯不抱太大希望 虽然现在有8.5个名额 现在连泰国 越南都打不赢 给你10个名额 也不够用了 好好去学一下浙江的防守 每个球都拼 一动全动 估计上岗是被惯的 反正丢了球就找VAR 落后就找裁判 张林鹏踢个边后位合适 李皮怎么也不用他踢中位 是有原因的 不具备中后位能力 原本好好的贺冠位阵去拆赛 用老的跑不动的张林鹏 和转身慢的蒋光泰 海港这几年真是失败在主教练上了 把一些好球员大好年华浪费了 如果是亚冠正赛输了还好一点 耻辱的原因 这是附加赛还是主场 上海海港这种后防 真的是笑话 一点抢位意识都没有 散不惯了 突然紧起来就紧不起来了 现在蒋光泰也一样 之前中国队的比赛 有一个被别人力压投球破门的 明明站好位置 很明显是在等球下坠 不去跳起来正一点解围 吴磊虽然射门差 但在中国队还真得用他 没人 张林鹏太忙了 基本小进去都不出 还是喜欢大雷 有这一股不服输的劲 这在国内球员真的少见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佩兰黛的那一届亚洲杯 霸气扑出点球 哈维尔在下课之前 必须向巴尔加斯道歉 上岗没有教练的成绩 也许会更好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